据报道,11月18日国际元能机构发布新闻稿称 机构技术工作组14日至18日访问日本 并对福岛第一核电站进行实力考察 审查东京电力公司提交的修订版 核污染水排海方案及排放设施建设情况 机构将于三个月内发布本次考察评估报告 并将于明年日方启动排放前发布最终安全评估报告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我注意到有关报道 中方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及技术工作组 就辅导核污染水处置问题开展工作 希望工作组秉持客观、公正、科学原则 严格贯彻机构核安全标准 确保核污染水处置绝对安全 工作组应根据专家考察评审情况 和实际工作需要出台最终安全评估报告 为确保报告高质量和可信度 不应人为设定出台报告的实现 日方应提供密切配合 需要指出的是 机构技术工作组没有对排海以外的 核污染水处置方案进行评估 这使得机构无法全面评估核污染水处置的最佳方案 中方支持工作组开展工作 绝不代表我们认同日方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的错误决定 中方希望日方认真回应各方关切 以负责任态度寻找核污染水的妥善处置办法 而不是一味强推排海方案 在此之前 日方不得擅自启动核污染水排海 请不吝点赞订阅